日本投降前三个月的一起灿烂 这一天河北省南皮黑龙村据点的日寇一百多人在其中队长松本率领下外出扫荡 这些日后路经军屯村 当时人困马乏就停在坟地上休息 随之当日寇撤退的时候 一个士兵睡过头掉队了 村民发现这个掉队的日寇之后 就报告了村里的吴伟会主任 于是这个日寇被村里的民兵抓走 并交到了抗日军队那里 在当年特别是日寇即将投降了1945年 鬼子掉队被老百姓抓走的事情其实挺多的 日本人一般也没有心情去管 但这个被村民抓走的士兵不一样 他是一个关系兵 是当地一个日本官员相穿的橘子 这个日本兵失踪之后 香川大怒 上面的岭倒生气 松本自然也不敢大意 便在1945年5月3日凌晨 带着300多名士兵配合香川 一起包围了军屯村 打算救香川的侄子 杨廉不交出人 就把整个军屯杀的鸡全部留 其实日寇进村之时 村民们已经有所准备了 大多数人都躲到了山里去 但也有一百多名没来的急转移的群众还在村中 很快就被日寇抓走 抓了一百多人 日寇并不满意 他们又耍了一个心机 点火烧了一些房子 然后阳装撤离 躲在村外的群众不知道事迹 以为日本人已经撤走了 纷纷回家就火 结果又被日寇抓走一百多人 日寇将被抓的二百多名群众 集中到村西大厂里 穷凶极恶地逼问他们失踪日本兵的下落 看没有人回答 香川便拉出村民张培兴 用军刀搁在他的脖子上威逼 张培兴绝将不去 香烦恼羞成怒 下令四个士兵 上前将他的衣服挖去毒打 张培兴一句话都不说 一个助纣为虐的汉奸便抡起铁锹 向他头上砸去 张培兴英勇地牺牲 张培兴被杀之时 他的妻子和年仅九岁的女儿哭喊着想救人 结果也被一起杀害 香川和松本贱问不起结果 便把人们押到淮镇据点 碰巧赶上淮镇大吉 吉市上人群拥挤 加上感激乡亲的协助 在这里有六十多名群众趁机逃脱 5月4日 日后在淮镇西北挖了三个大坑 将被抓村民押到坑边准备屠杀 一个日本兵手拿一碟钞票 拉过十三岁的女孩赵晓明 又其说出香川侄子的下落 赵回答不知道 日后便把他推倒在他 用刺刀指着他的胸口恐吓 这一天 日后又把宿光发 宿光和 刘德顺 刘德仁 叶兽田 赵玉岩的大儿子等六名青年拉到大坑前逼问 几个村民照样不回答 香川气急败坏 便将六个人砍了头 扔到坑里面 5月5日 又有四十多名男女老幼 被带到刑场杀害 他们被埋在第二个大坑里 5月8日 剩下的九十四个村民 又被压到大坑边 青年妇女赵素青 被日后拉出审问 赵大骂日寇 结果她和孩子一起被砍死后扔到坑里 赵玉岭老人也被日寇杀害 他年仅十四岁的孙女见爷爷被杀 捡起砖头向日寇扔去 然后把腿就跑 可惜小姑娘没有跑多远就被日寇追上 惨遭杀害 在这起惨案中 军屯一个村 有一百四十三名村民惨遭杀害 包括五十八名儿童和婴儿 返回邹谷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acc ап